如果我們有議員動不動要求點人數之後 跟著自己就離開 企圖造成我們法定人數不足 然後還縱容他的助理去利用電梯 按了電梯的字 使我們的議員拖慢回來會議廳的時間 我認為這個行為我們亦是不能夠接受的 如果有關的人是議員的助理的話 我認為那位議員是應該嚴肅處理 你不要說縱容 嚴肅處理就是嚴肅處理 我應該就去處理 看是不是這樣就先 梁國雄議員 你聽我說 我認為如果任何議員縱容他的助理 去阻撓其他議員回來會議廳 這種行為不能接受的 明白 即是一個客觀陳述知道 那我不跟你爭辯了 就算一下 要不要說 我一定要做